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作词 中文字幕作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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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现在讲的是依靠述胜对境 忏悔特殊的罪意 就是特殊的罪意 那么这个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那这里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众生无事以烦恼无名 这个贪嗔痴的吹动 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去世下 就这些烦恼的去世下 然后以自己的身体 预言 心理 对非常殊胜的对境 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功德天 功德天的三宝面前也好 或者说对自己有养育治恩的父母面前 或者对自己具有恩中如山的法恩 也就是说有法恩者上师 以及其他的人和众生面前 遭过各种各样的罪意 所谓的三宝 世间当中是非常严厉的对境 我们无始以来 在这个世间当中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而身体烦恼 有时候以无名愚痴 以自己的贪嗔痴 谋力增上 等等各种原因 对三宝面前也是经常伤害过 比如说有些人 以自己的嗔恨心 想对这个圣众 也进行用身体来殴打 或者是用语言来进行毁谤 用自己的心灵发各种邪见 或者是生起恶心等等 在这样 父母也好 或者三宝以及上师 等其他的众生面前 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圣客意 造作非常严重 从此以后一定会堕入地狱 恶归 这种恶业造得非常多 有些人对自己的父母 本来说应该值得恭敬 应该尽心尽力的孝顺 但是不但没有报恩的 反而经常没有恭敬对待 现在有些大多数社会上的这些人 经常对自己的父母不恭敬 殴打自己的父母 当然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 再加上 我们对自己的根本上师也好 或者获得法恩的这些上师面前 也应该值得恭敬 但是在修行过程当中 经常汇谤他们 经常生邪见 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些罪业 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没有自己反观自己 自己应该想一想 自己的这种修行的历程 这样以后就很容易发现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犯过这些陶天大罪 也就是说 经常违背了佛陀和我们上师的教言 我也会说 可以带来听 Airbnb 我对自己的学生经讯到我们上师对待 我们下集资源 老陆 此刻看着应该我们下集资源 最后 最后 responsible 最后社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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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业力所干 所以犯了不少的 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 这样的殊胜对击面前 经常毁谤 殴打等等 造了不少的罪业 这样一来 我作为修行人来讲 应该成了罪业非常严重的人 那么这些罪业也诸佛菩萨面前 很难以得到宽恕 很难以得到饶恕的这样的罪业 那这些罪业我现在有很好的机会 一定要在佛陀 菩萨以及传承上师面前 诚心诚意的 也就是说以莫达的罪毁之心 或者说以惭愧之心 就精心尽力的 就是同切的忏悔 就是同切的意义的发怒忏悔 这个忏悔的事实 不能这个表面上 刻度上 一定要以这个诚心 一定要以这个诚心事以来忏悔 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 真的遇到一些严厉的对境当中 有没有造过恶业呢 肯定是造过的 包括对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上师 对我们的三宝 以及有恩德 无恩德的 其他任何一个众生面前 如果我们造了特别难以弥补的一些罪业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值得忏悔 这种忏悔 按照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来讲 真的不管是以自己的身体也好 或者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 也是值得的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的 不要说是以自己的身体 生命 所谓的忏悔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深刻 表面上的一些 或者是口头上的一些忏悔 不一定清净你相续当中的罪业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这样想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在这一生当中 就是依靠上面的这些殊胜对境 造过没有恶业 我觉得是肯定有的 尤其是我们成长在一些大堂寺里面 以前根本不知道 所谓的佛教的一些因果道理 如果你不知因果真理这个时候的生活 应该说是完全都已经 离开了我们的因果规律的轨道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造了无数的罪业 不说其他的 光是你杀害众生 杀害众生的话 可能每一个人从小到现在 从小到现在 你自己亲手杀的 或者是让别人杀的 有多少个生命 自己都无法统计的 那这样的话 我看我们杀一些这么多的众生 是不是大罪人呢 应该说是 罪业非常慎重的人 这样的罪业 如果没有忏悔的话 什么时候得以清净呢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也有这种罪业 谢谢大家 好Ег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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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 所以对之灵 所以对之灵 分三个方面来讲 就是皈依的原因和 皈依的对境 如何皈依 因为我们所以的话 昨天也讲了 应该依靠一个对境来进行忏悔 那么为什么是依靠这个 依靠什么样的对境 如何依靠 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也就是说 我们要皈依 这样的诸佛菩萨的原因 有略锁和广锁 首先这个略锁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罪业为境遣 我身活现亡 云和拖赐罪 鼓起疏而救活 我们如果 即生当中也好 或者来世的罪业是相当分重的 这些罪业没有得以清醒之前 没有忏悔完毕之前 我的身体 我的这种生命 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的 这个失望 比如说我杀了很多的众生 然后我即生当中 是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忏悔 就没有来得及忏悔 一直想拖到以后再忏悔 以后再修行 一直这样想 没有来得及忏悔 在这个之前 如果我失望的话 那么我永远都是在这个轮回当中 是没帮他接受的 所以我们没有来得及忏悔 提前就是死亡的话 那一定会堕入恶趣的 不能就是得以解脱的 所以我就特别着急 心里都特别着急 应该说 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很快的时间 最快的速度 最快的时间当中 我要想忏悔 希望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你们也是也最快的这种时间来加持我 保佑我 就是前往 让我不要堕入恶趣 以堕入恶趣的话 那就是永远也是不能白头痛苦的 所以我们临死之前一定要尽量的自相续当中的罪业都得以清净 我们人的这种宿命可以说是突然性的 什么时候四座阎路菩来到我的面前 而死亡谁也顶不下来 如果我的相续当中这些罪业没有得以清净 以后我的情深的这种身体上 或者是我的这种心里感受而涌进果报的话 那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人也会有很多事情 我本人的松秋 听说是突然这样 我听说是 你好 吉他 假讨 我 你 h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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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所讲的 皈依的原因 就是在进行广说 广说的时候 思维迅速死亡而生起皈依之心 然后思维死亡及其恐怖而生起皈依之心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思维 就是一定要生起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之前要进行忏悔的心 那么这个也是分虐索和光束色语 分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就是讲虐索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 这个皈依 皈依也就是说是一种所以悲之力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生身不足心 不待罪禁服 无论病为病 肃战不可思 那么四主阎罗军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可信赖的 就是这个四主没有信赖的 他不可能等待你的罪业 就是清净没有 不管是有病也好 没有病也好 人的这种宿命一定也是不可靠的 就相当脆弱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罗蒙普萨 在清有数当中用碧玉 被风吹动的水泡一样的 或者说像《宝门论》里面 也用了一些碧玉 比如说风吹动的灯火一样的 也就是说是风中参照 那么这样的这种生命 什么时候你也就是说 失去了现实的这种现象 是谁也就是无法固定的 有时候你正在说话的时候就是死掉的 有时候你长期窝窗不起 而死掉的也是有的 但大多数都自己在根本没有考虑的过程当中 会失望的 这个生命真的是特别脆弱 不管是你坐车也好 你睡觉也好 有时候很多很多死亡的因缘会出现的 有时候走路的时候 前一刹那就是我们活在人间的 但是后一刹那已经变成中一生 很有这种可能性 是什么... 你也想要听你的 因为我怎么这么困难的 你应该是发生的 你们想要听他的 最后还要看他 有时候是谁都不认为 有时候才能这种 人家你们哪里 我必须要看他 是谁的 我怎么知道 他们没有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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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些人 应该说 《自相语》当中的 无名于此所改 就根本不知道 众生的生命是如是脆弱的 或者是 生世大世的问题上 很多众生是愚昧无耻的 根本不了解他的真相 不能了解真相 在死的时候 你所有的这种情友 或者说 俗用 包括你的 晚館 家产 荣华 富贵 以及名声 地位 等等 一切的一切全部要舍弃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舍弃一切 所以为了在短暂的现实人生生活当中 为自己的亲朋好友 而经常生起嫉妒心 贪恨心 贪心 等等 也生起了无数的烦恼 为自己和对自己的一些亲人 就是要排除一些怨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护起灭怨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友 为了消灭怨敌 就是造了无数的罪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当中 真的是很多人 为自己的亲友而造罪的 也相当多的 有些对自己的亲友 就是生起极为强烈的这种悲憫之心 有些就是为了自己的亲友 而生起什么嫉妒心 就是嫉妒心的这种罪业 也是特别的可怕 就是没有忏悔 就马上会转成旁生 就是我们对自己方面的一些 怎么说 就是对自己的亲友方面的 造的恶业也是相当多的 就是当然对怨恨的敌人方面 造的恶业都是更不用说了 就是我们经常对别人生嗔恨心 对原地方面生的这种烦恼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你在临死的时候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一定是对你的修行和解脱 有一定的障碍 值得忏悔 这是完全状况 人 believes dual地上币は 身输上的存费 人лично 都从来没有进去 男生说 不像是一个政治英雇 可能没有讀手 对这种 cance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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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广说当中 应该这样讲 其实实际上结合起来 粘在一起的话 也比较好介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讲的 不管是远恨的敌人也好 自己的亲戚朋友 包括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死亡以后 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人间的时候 不应该为这些而苦劳 不应该为这些而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现在实际上的人们 真的为了自己的儿女 为了自己的这种亲朋好友 也造了相当多的罪业 然后为了摧毁敌人 这方面也是造了很多的恶业 其实你如果真正要按我们佛教的观点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怨恨的敌人 怨恨的敌人 你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些怨恨的敌人 有些都已经离开了人家 有些不一定是对你有仇恨的 变成自己的这种亲人 所以所有的处地 可以说是化为无有 全部不存在了 到一定的时候 这些敌人也不可能有的 所有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话 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实的密切 好像对你特别好 但是这些亲友 不管是你的亲戚 或者是你的道友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等等 这些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对你之间的关系 不一定是如实的亲 而且大多数已经离开了人家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这些亲友也可以说是毁毁圆媚 也就是根本没有的 最后全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都不存在了 都不存在了 同时我自己的身体 现在也是相当相当的执着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也是一定会失望的 在失望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值得生贪心的对境 值得生嗔恨的对境 绝对是不会有的 人死了以后就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当时为了亲友 而造的恶意 造的善业 也是随顺 身影不离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 人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在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就是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禅毁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不应该为了自己的这些亲人 为了自己的这些人 人不应该造恶业 你这样造恶业的话 结果这个业你自己要代数 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 因为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一切都是无常的 那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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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